台東大五鄉有多數部落在八八風災造成災害 經過三年多的重建及永久無的完工落成之後 大五鄉多功能避難中心即將在四月底要完工啟用 四月十日縣政府來到多功能避難中心視察 期望避難中心不只是只有避難的用途 平常可以作為部落活動的空間 這個多功能活動中心就是以後有噴到類似的情形的話 有一些災民可以先來這邊安置這樣子 目前大五鄉在八八風災之後 愛國埔 大鳥 富山各部落的永久屋都已經落成進駐 去年九月行政院園民會與世界展望會 耗資一千六百五十萬開始興建避難中心 當地居民對於民間團體以及政府的協助滿心感激 うち 日本政府的協助領執 華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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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常时候是我们是交给我们大午村 本村就是来管理 因为他们一些喜宴或是一些活动的话 他们就是在这边办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交由他们来管理 如果遇到看是有风灾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变成这个紧急避难中心 到时候就是由我们公所来管理 大午多功能避难中心 即将在4月30号完工启用 部落居民满心期待 记者国际台中大午采访报道